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是多么深爱香港这个国家 香港这个国家 香港这个国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9月12日 今回是讲这个登登登登 看少他这样说 美国总统拜登就说 无意压制或者伤害这个中国 中国的经济陷入困境 所以是不会导致对台动武的 这两句说话其实都非常得体的 我想讲 因为正中中国的两大要害 话说美国总统拜登 星期日在越南首都 何来可以吃越南粉 出席这个记者会的时候 就强调无意压制中国 美国的目标是正确处理两国的关系 就是以前就不正确处理 为了保持稳定 拜登透露自己在G20期间 就会见了这个李强 他就指出了 中国面临的经济困境 不会导致对台动武 似乎是李强跟他说的 这番说话 我们的经济真是不行了 不如你放下手 会不会是这样说话呢 扮矮仔 而且中越两国之间的关系 可以说进入一个新的里程碑 中国的生意 就会被印度啊 越南啊东南啊国家呢 就抢走 但是同期间 不要这么开心 因为他一定会在湄公河那头 下手脚的 湄公河就是东南亚里面 最重要的跨国水系 世界来说是第十二长的河流 亚洲来说是第七长的河流 最重要的就是他那个源头 就是在中国的青海省 玉树藏族自治州集多远 流经西藏自治区云南省 然后经老沃缅甸 泰国柬埔寨越南 再流入南海的 你见到几个国家老沃缅甸 泰国柬埔寨越南 只要中国一声令下 被些水坝各样 杂住下游的水 你东南亚想要工业的嘛 是不是 工业最重要就是用水的了 你制衣啊野恋金属啊各样 你没有淡水不行的 所以也不是一面倒的吧 Anyway 拜登就在记者会上面表示 越南和美国的关系已经正常化了 由冲突变之正常化 经历五十年 是一个新的里程碑 另外他重新这个 亚洲国家 即是美国是亚洲国家嘛 他曾经说过 因为海岸线长一点 现在甚至乎 这句说话 原来有后着的 访谈里面就说到了 今天就和我们的印太伙伴 还有全世界表明 美国是一个太平洋国家 我们哪里都不去 重返亚太 事实上 去重返亚太 好过重返阿富汗的 因为阿富汗那边 基本上都没什么工业生产力 如果美国锐意发展这个东南亚国家 随时能够将生产力提升很多倍的 再加上东南亚的人都叫勤力的 勤力那些阿富汗先 而最juicy的当然就是 路透社的记者的一番访谈 记者就问及了 中国质疑拜登政府的诚意 指责美国在推动外交谈判同时 压制中国 即是说一套做一套 你对这件事有什么反应呢 而习近平在中国那里禁止 Apple的商品 那他这样做 又是不是有诚意去推动两国关系呢 拜登就回答了 我真诚的希望是建立正确的美中关系 现在发生的事 就是因为中国开始改变贸易 和其他问题方面的一些游戏规则 他用游戏规则来形容 例如中国正在想着 如何确保中国政府里面 所有人都不可以用西方手机 諸如此类了 那拜登一再强调不想压制中国 只是确保和中国之间的关系是诚实 可靠 安排妥当 简单说就是不想中国 在生产链方面做出的一系列行动 会影响到全球供应链的稳定 那拜登就说了 这次的目的是和印度展开更多的合作 和越南走得更加迷 简单说就是 The risk 他们有一个字 去风险化 所谓的去风险化很简单 如果所有的供应都依靠中国 美国就会很不安全 所以去风险的同时 就要壮大这个印度 越南 以及当然是韩国 日本还有台湾 拜登就强调了 不是要孤立中国 而是要确保道路规则 包括空域太空 和海洋一切国际道路的规则 都要遵守 那记者继续问了 你说中国经济是一枚炸弹 那中国经济爆破 会不会破坏全球经济的稳定呢 又或者导致中国更加 hostile 有侵略性的举动 包括台湾 拜登就说了 中国目前是面临棘手的经济问题 原因就和他一贯的政策有关 又由于这个经济问题呢 所以拜登认为 中国是不会入侵台湾 恰恰相反了 可能不再具有以前的能力 这个是真心话 他就说不想伤害中国 因为如果中国发展得好 按照国际规则发展得好 所有人都会过得更好 那拜登只有一样东西 是会和中国脱勾的 他又说到 不会向中国出售呢 可以增强去制造更多核武器能力的材料 那另外 为什么会上会和李强聊天呢 因为这里拜登就透露了 他就说了 当时李强就向他走过去 高攀 那李强一向都是阿施永青的材料来的 做狗嘛 做大做强 又做狗了 他至少是一定做强先啦 李强嘛 跟着又做狗了 打算追求这个长远关系 就做狗了 那由于习近平是没有出席这个G20峰会 那所以 就只有拜登和李强之间的对话 那会上 拜登就说到 他们是 谈谈过蓝半球方面 怎样可以获得改革 那有人就说 拜登已经老糊涂了 所以说话含运不清 我相信都是 因为 你看他对着记者说的东西 基本上呢 很难可以组织起来 黑衣过来拌饭吃 事实上呢 一脚西开他就算了 如果不是拌一下拌一下 又拌到几元的了 至于 为什么我说 拜登今次的讲话 完全是 追中了中国的弱点呢 首先 2024年 就已经是台湾的大选了 那如果 拜登透露了 中国经济困境 不会导致对台动武 那你就壮大了台湾那边的胆 既然中国因为经济困境 任何东西都好 又或者习近平 无脚痛什么都好 结果都是 无能力侵略这个台湾 那但是 台湾方面呢 为什么那些人 还会投国民党啊 贪他够乡啊 就是 贪他虽静主义 贪他 会和大陆那里聊天 简单说就是 卖台 卖台不要紧要啊 最重要就是 不要开拖 保持着这种 曖昧的关系 简单说就是 台湾版的一国两制 慢慢蚕食 将整个台湾 就送了给这个共产党 亦所以了 任何 台海局势升温的所有 新闻啊 消息啊 都是对国民党有利的 因为投鼠又忌器 台湾里面也有很多人呢 你不是乌克兰啊 是会顾忌这个解放军的 虽然那帮人 只是会折痞 始终都会顾忌的嘛 就正如 龙英台 你都猜不到 作为台湾的一个文人 以前是不是 竟然会说 宁愿拱手相让啊 都要剃造和平 好噁心 有人就说了 不是噢 很多的商人啊 如果 知道中国是会有对台动武的风险 那就会撤资的 但是大家看不到的一样东西就是呢 对台动武仍然是有风险 只要中国的经济实力壮大了 等它有能力的时候 它就可以侵略台湾 那如是者就是说 当中国的经济好景的时候啊 2024年就不免一战 那结果那些商人当然走隔不透了 因为就算你赚多少钱都好 一旦战事发生 你怎样保住你自己的财富啊 好了 又万一你没有这个台湾方面 台海的战争风险 那都不行了 因为拜登就已经说了 中国是因为经济虽远 疲弊不堪啊 所以连侵略台湾的那个实力都没有了 俗语有运 商人无祖国啊 那如果它知道一个地方 赢你又是输 输你又是输 你还玩不玩呢 经济好景 又侵略台湾 搞到有这个战争的风险 那些商人又是 亏到没得计数的啊 经济不好景了 那你投资在那个地方做什么啊 就无怪乎很多的养老基金 主权基金 纷纷撤出这个中国 那另外还有一样东西 拜登是搞搞新意识 记者就说到BBC啊 这个是 在过去六个月里面 日韩、菲律宾、澳洲、太平洋 島国都签署了这个协定 很明显 美国呢 连同这些国家 是站在北京的后欄 中国就说到 这个是冷战思维的一部分 到底对不对啊 还有你什么时候见这个 Mr.C啊 那拜登就说了 最好尽做呢 过去十二年来 拜登说到 和他相处的时间 比其他国家的领袖人都多 所以希望尽快见到他 不过 美国将会在印度那里 提供一条新的道路 这条道路了 就可以帮每一个人都折省开支的 提高全球南面的增长能力 也是很多的第三世界 就是会修建一条新的铁路 由印度啦 一直通到去地中海 而新的航道和管道呢 都会横跨整个地中海 过欧洲去到英国甚至更远 这一切都和经济增长有关 和伤害或者帮助中国是无关 即是中立 而这件事关系到的是 如何应变这个气候变化 和确保其他的国家 可以有这个经济的增长 拜登就说到自己在G7的时候 就提出过的 现在是G20 就是要修建一条 横贯非洲大陆的铁路 这个呢 令人想起的就是 他和一带一路抢生意 但是没办法的 因为俄罗斯的黑海协议 就令到全球 有可能面临着糧食短缺的问题 过往对邪恶国家的依赖程度 实在太高 直到今时今日啦 拜登说的这番说话 可以说 美国是帮自己的苏州市 正在收尾 至于能不能够成功呢 就和时间竞赛啦 因为中国俄罗斯北韩等等 就必定是会搞破坏的 在东海那里 被肥仔金都搞到有排烦啦 是吧 虽然美国就不想掃朱武力 所以一直都是用威嚇方式 软硬兼施 硬的方面就说你没机会的 一侵略就死了 软的方面呢 就在其他的地方那里 不停削弱中俄朝的经济实力 而拜登说出了一句 习近平现在很不得闲 那我都相信是的 因为既然无力侵台了 那剩下的他要压制 国内的反对声音嘛 所以我的分析 仍然是一如以往 只不过拜登今回呢 就再印证这个意思的 就是中国啊 就会将这个解放军部队呢 转移对内镇压 不得意见分子的声音 而不是对台动武方便 所以那句清王子合在秦州 就是这个意思了 闪门做土皇帝啊 就是这样 好今天讲到这里 到